大家好 我叫Luke 我是一個一個在香港來到美國讀書的學生 剛畢業 接著下來就是我的得救見證 我至少在一個很多信仰的環境中長大 父母會去廟道拜,又會拜祖先 姐姐就是一個基督徒 我自己對宗教沒有太多認識 幼稚園和小學都在天主教學校 去到中學的時候就是基督教學校 但是我自己並不認識神 我以前自己是一個非常自大和貪玩的人 認為自己不需要任何信仰 認為自己可以處理和面對一切的困難 直到中學生大學的公開考試當中 因為自己是貪玩而沒有好好地預備考試 結果當然就是成績非常之差 當時也非常後悔 在這個時候幸好有父母的全力支持 和不辭勞苦的努力下 我就可以有機會來到美國讀書 來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就是我慢慢開始認識神的時候 因為過來美國人生路不熟 身邊只有姐姐一個親人 而且英文又不好 為了認識新的朋友我就跟姐姐回教會 在教會的時候我就開始慢慢認識基督教這個信仰 神也透過我回教會的這段時間 讓我看到身邊基督徒是怎樣給神改變的見證 學習神的善良 這些見證都令到我對神有產生了很多正面的印象 在剛剛開始認識基督教這個信仰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也有很多疑問 到底為什麼人有罪 當和夏娃的罪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突然之間有一天 我感覺到神跟我說話 他就問我 你真的不是一個罪人 你從來都沒有犯過罪 當時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回應 因為我內心是知道自己其實都是一個罪人 在這個時候 福音的種子就開始發芽 但我仍然沒有下定決心要信主 神之後也都透過不同的人的見證分享 我自己一些親身的經歷 去告訴我自己真實的存在 直到2019年一個暑假的一個退休會和報道會 讓我有靜下來去思考信仰的時候 和思考生命 當中回想過去幾年神在我生命當中的恩典 幫助我和同行 當時我回想到過去兩年在美國讀書 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來到美國讀書 因為文化的差異 很難融入本地人的群體 和還未可以找到自己未來的職業路向等等 在這個靜下來回想的時候 當中我發現其實神為了我預備了很多 有好的父母 不辭勞苦的工作和支持 讓我有來到美國讀書的機會 為了我預備 姐姐先先來到美國升學 以至到我來到的時候 可以回教會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神同時都透過這班朋友去幫助我 找到我自己的職業路向 這一切都是有著神的恩典 神在我生命當中的種種介入 讓我真正地體會到神的實在 這些事情都讓我去嘗試 開始認識這位真實的神 在認識神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自己是一個罪人 不能自救 並且在認識到耶穌基督願意拯救世人 所以最後在聖靈的感動下 我就在報道會上缺制順主 缺制的時候 我都清楚 並知道 並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相信耶穌是圍著世人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面 並且三天之後復活 恩著耶穌的死 從而修復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開始安見證的時候 我都提到自己是一個非常自大的人 認為自己靠自己可以解決一切的事 但當我在信主之後 我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渺小 自己以前的自大到底是幾個無知 我開始慢慢學會 怎樣將自己的事交託給神 不再什麼都靠自己 就好像在找委員會的這件事上面 在神的恩典當中 讓我遇到一個很好的嘗試 實習的過程都給了很多機會和幫助我 讓我可以堅定自己的職業方向 我深信如果在信主之前 我並不會發現這一切是有絕神的恩典 我只會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 我都深信以前自大的我 就算遇到這個實習的機會 都會因為自己的自大 在實習的時候到處碰壁和很容易得罪人 因而減少自己學習的機會 這是我信主以後神改變我生命的其中一個例子 信主之後 我的熟靈生命成長都有著一些困難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自己都很少回教會 因爲這樣自己的熟靈生命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獎進 幸好在疫情過後 因爲自己的transfer搬來西洛西 也都在姐姐的介紹下 認識到天行聖經教會 並且開始參加他們的聚會 當時在教會的聚會當中 見到牧師挑戰我去思考我人生的方向 我都開始思考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記憶徒 經過大半年重拾回正常的團契和教會生活之後 我希望自己可以 好像當日幫助我認識神的基督徒朋友一樣 可以能夠用自己的生命去見證神 我希望加入天行聖經教會 是因爲這間教會的教導是合神心意的 和按照聖經 我想在這裏挑戰自己 怎樣學習成爲一個主的門徒 以及在這裏的弟兄姊妹一同成長 帶來未信的人去作主的門徒 謝謝 各位好,我叫Helen 今天是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得救見證 在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個人救主之前 我經常有一個疑問 就是耶穌究竟是否一個真的神呢? 而如果祂是的話 那祂又是否一個好的神呢? 因為我過往見到的就是在我眼中認為好的人 往往都很短命 但是那些壞的人呢 又很長命 還可以封衣足食 另外我的人生平坦暢順 我認為我是可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在1998年的3月 當時我去了我之前的教會 一段短時間 有一天我突然之間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教會當中有一個很虔誠愛主的基督徒 他的名字叫Mindy 因為身體有一些先天的問題 導致他陷入了昏迷 那我的疑惑又再一次出現了 究竟耶穌是否一個真的神呢? 那如果我就當祂是一個又真又好的神 那祂是否又可以救Mindy 叫Mindy醒來呢? Mindy昏迷期間 我每天都去ICU那裡探望祂 而每一晚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會在我自己的房間裡 跟耶穌有一個對話 我跟耶穌的理論 我說如果你不醒來 我就不會相信你了 每一晚的對話都是同一個態度 一個星期過去 Mindy依然在昏迷當中 看到狀況沒有改變 我就開始改變我的策略 每一晚跟耶穌的對話當中 我就不再跟祂理論了 我就改去求祂 我說如果你不醒來Mindy 我說如果你可以醒來Mindy 我就答應你我會相信你 如是者又過了一個星期 狀況依然沒有改變 有一晚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間裡 依舊展開和耶穌的對話 我開始明白到 原來無論我用什麼策略都沒有用 因為我根本掌控不了事情 我終於明白到 只有耶穌基督掌權 只有耶穌基督才可以掌控事情 然後我在耶穌基督裡 在耶穌基督裡 我接受的事實就是 我自己不可以掌控 我也不可以救Mindy 我明白到我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我也不可以救自己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把我的信心和盼望 放在耶穌基督裡 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個人救主 在我做出這個決定之後的幾天 Mindy奇蹟地成發 在整件事件當中 其實最感動我的 是在Mindy昏迷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尋找 我怎樣可以真誠地相信耶穌基督 我以為可能透過一些 在我或者我家人身上發生的 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而耶穌又很神色地去救我們 那我就透過這些事情 就會去相信耶穌 但是事情沒有如我所盼去發生 神就改變了我的心思意念 我終於選擇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我的個人救主 我相信我是一個罪人 我也相信耶穌是神的義子 祂為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贖罪第三天復活 而我是恩信清義 在我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後 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耶穌是掌權的 我不再需要去靠自己 我也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 我不需要再把我的安全感 建立在追逐金錢、權力、名利之上 我可以專注追求耶穌 專注認識他、愛他 和身邊未認識耶穌的人 去分享他的愛 我知道無論我遇到什麼困難 耶穌是掌權的 我可以在他身邊得到安息和安慰 我想加入天行聖經教會 是因為我很認同教會的理念和遠見 天行聖經教會專注帶人去到神的面前 幫助他們和神建立一個真誠的關係 透過滿徒訓練 去幫助信徒去效法耶穌 去栽培跟隨耶穌的信徒 我希望成為天行聖經教會的一份子 可以和弟姐妹一起朝著同一個方向 圍著同一份信念 去滿足耶穌基督吩咐的大使命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生活日常當中 展現到耶穌的愛和聖結 成為一個靈命成熟的基督徒 可以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同行 彼此面禮 多謝 深刻的狀態 作詞 平安 普通 行 Pan魚 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